这个钓鱼台也好 或者是这些所谓领土也好 很重要 因为刚才倩姐讲了 斑斑的渔民的血泪 刚刚倩姐特别讲到冲之鸟 日本叫岛 真的叫岛吗 我们给大家看相关数字 它才这样子 刚才倩姐讲了 9.44平方公尺 就是7平 被说7个榻榻米 称为一个岛 那日本它就是这样做 它因为它希望有一些 相关经济领域 因为它如果被联合国通过的话 就获得74万平方公里的大陆价 就刚才讲的大陆的棚的资源 日本国土才38万的平方公里 等于说它多了两倍 那联合国对于我们说 对于这个冲之鸟的部分 我们的态度是说 因为现在冲之鸟的地位 还没有定论之前 渔民是有权在附近 做渔业的海域的 但是呢 真的是这样子吗 刚才倩姐不是提供了说 很多很多渔民的血泪石 龙龙二号 雪姬斑斑 就是这个嘛 龙龙二号嘛 05年的时候 10月8号 日本控诉它违法越界捕鱼 遭日本的海上保卫厅的巡逻船扣押 结果呢 林王翔 他呢 等八个人遭到日本扣留了 最后还要付钱啊 付了408万又3000日元 保证金才释放它 这个是斑斑血泪啊 我想问一下那个魏老师 你怎么看 因为呢 冲之鸟这个事情 日本也很硬啊 那钓鱼它也是 我们很多的渔民 也都是在那边钓鱼 或捕鱼的时候呢 其实被日本给扣留了啊 或者冲撞啊 这个是整个大陆交层公约 尤其2008年以来 它让各国能够申请 就是说我有这样的EEZ 就是经济专属区 其实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你国际怎么认定 你必须要有 主张以外你要有活动 我这边给大家看 20年前的一件事 我是带领了这个 全世界的叫做 国际海洋状态 我们是从关岛出发 关岛出发 然后经过这个地方 然后到冲城海潮 这是我们唯一一次在这边赚井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图呢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地缘政治 这个叫第一岛链 很巧我们从第二岛链对不起 从关岛出发 然后这一块呢 就是所谓的第一岛链 现在钓鱼台为什么重要 有人这样讲啊 谁拿到台湾就拿到世界 那如果沿着这个逻辑 谁拿到钓鱼台就拿到世界 已经变成这样了 这个我们开始节目一开始 兵凶战危 非常这边有一些危机 而且各个国家在这边探视 台湾的立场和你的强硬度 那回头讲呢 我们当时 这个我四月的时候差不多在这边 五月的时候 五月初呢我们就来到了这里 我们进到了这个准备钻探位置 是在龟山岛的东方五十公里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 不是领海 但是应该属于台湾的水域 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 所有的船都到了 包括我们自己的海军署的船 包括日本的船 还有包括中国大陆的铁壳船 整个洋面呢 虎视眈眈呢 先是我们在那边 转探 其实这是一个纯科学研究 我讲这个例子是说 各位知道 你如果不在海上活动 你不做研究 那人家就觉得这不是你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曾经后来 曾经带了海研一号呢 到了钓鱼台旁边 它的东南角 晚上 月月风高 我就去打转 我准备赚延星 那延星 讲老实话 我也不可能赚到石油 或者什么矿石 我的目的呢就是我中华民国的船 有在这边做研究 是 当然很不幸呢 那个打下去以后呢 那个拿起来没有打到什么 那天就亮了 然后日本船就来了 就来广播 那我们中华民国的态度 就是说不要起冲突 所以呢我们就离开了那个海域 那在那个之前呢 其实我们在长江以外 崇明岛等等一直到台湾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海上海洋化学海洋海水的研究 当时都没有问题 不过我觉得现在呢 我们就是有点孤步之风 划地自现 不太敢过去了 是 当然哦 为什么我们要讲说 一定要硬起来 因为呢 这跟我们渔民的权益是有关的 好想请倩姐来帮帮我们补充一下 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最近的2020的9月7号的时候 苏澳籍的渔船叫 新陵坡 新陵坡236 结果呢 他当时的时候就遭到日本的海上保卫厅 公务船冲撞啊 一度呢还派小艇想要登船来检查 而且呢那个船家还控诉说 你日本的公务船是用高速的甩尾 结果导致他的右衔呢 这个地方有一些你看破裂 还差一点落海了 那这个更触目惊心 你看他都已经破成这样了 后面的日本的艇舰 还是这样还在追着他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 日本对于他们的相关的经济领域啊 他们也是寸土不让的啊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 我希望我讲的话不要伤害什么人 但是我是从渔民这里听来的 就是渔民认为我们在海上 时常他们在求救的时候 我们的海巡的舰艇可能到附近 但他们时常在附近就停了 直到他们已经被日本登舰了 就是为了避免冲突 所以他们就会不再继续介入 这是我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时常半夜会接到电话 那到现在我也认为 中华民国的态度 就是对于我们海洋国土的态度 只有对一个国家非常严厉 就是他对中国大陆 时常会说中国大陆的渔民越界啊 或者是说中国大陆的人 对于我们的船如何如何 但事实上根据我的了解 中国大陆从来没有抓过台湾的渔民 那台湾有没有中国大陆的渔民越界 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硬要操作 那当然就会产生很大的敌意 尤其是在金门这一带都很近 那可是刚才嘉远讲的是 我们渔民真真的斑斑血泪式 我们在海上 在我们应该有的海洋国土 他期待国家来帮助你 跟协助你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最常遭受到的待遇 就是菲律宾的渔船 像满春意 还有后来的红船长的船 你都记得 他们是被菲律宾的北方的执法 就我们从巴士海峡往南走的时候 会被菲律宾来执法 然后再来最大量的 大多数的 而且执法最为严厉的 就是日本 而且是在我们跟他们已经签了 台日渔业协定之后 他继续执法 所以我回头来说 刚才我们有讲过 日本的大群岛国家梦中间 他要在冲之鸟这边 把他视为一个岛 画200海里的专属经济海域 然后把他关起来 那这个地方他抓了 东盛级2016 抓了金德成2016 还有刚刚讲的 比较早的2005的龙龙号 都是在冲之鸟的200海里的边缘 刚才你有一张图是这样表示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们的渔民从来 不是因为他越界捕鱼 或者是他过量捕鱼 而被日本去登检或者是拘留 他主要是因为日本要去建立他的有效管辖 那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过量捕鱼 越界捕鱼 现在可以验鱼的DNA 你可以去在那个所有的海港上面 去查你捕的鱼货量 过了以后呢 你就像大西洋的这个协定一样 你就罚台湾嘛 然后你就说你明年 你就不可以有这个quota 你可以有各种的经济手段来处理 如果真的是过量捞捕的这件问题 是有经济手段可以去处理的 那为什么要用海上保安厅的方式 去这样面对我们的渔民呢 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 守在第一线的战事 日本就是借着抓台湾的渔民 同时他知道过去台湾的政府 对他们软弱 现在的台湾的政府 对他们一意的取义成欢 凡事都以日本为最大的一个对象 反正他不会跟日本起冲突 所以台湾的渔民在这里是被牺牲的 而台湾渔民所牺牲的是台湾的经济权力 是台湾的专属经济权力 甚至呢他所伤害的 是整个民族共有的海洋国土 跟海洋资源 这件事情真的姿势体大 对的确真的姿势体大 那个冲之鸟日本偏偏要说它是岛 因为它想要有200的海里的经济海域 然后把它整个大群岛国的南方 把它关起来 对 来 魏老师 刚才雷倩讲的是这个生物资源 鱼泉 我这边给他秀 这个红点就是钓鱼台岛 然后它的东北侧 我们叫做台湾盆地 这是我们台湾的名称 那个大陆的名称叫基隆凹陷 这个所有的地质构造 跟我们刚才讲的西湖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有油的那个西湖 地层年代一样 产油的地点地层一样 是 地质构造一样 它只是说再往 从西湖凹陷再往南边 东南边再走一个 过了一个挤以后另外再走一个 那我们当年其实也有探勘 所以在70年代呢 你看这是当时探勘的船 而且我们有租美国的探勘船来 有收获喔 眼见为信喔 CDA一号警 这在鹿港为名 当然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但是各位了解 就是它有点像艳行排列一样 一个盆地一个吐起来的挤 然后再来一个盆地 这个盆地呢它是艳行排列 如果鹿港外面有 北边的应该也会有 那后来当然就是比较可惜的就是 这是当时的蒋经国院长 蒋经国总统跟孙宁玄院长 就是上了那个船去看 那后来我们就租一家更好的 叫Scan Sea来转 转第二口 但是很不幸的就第二年台风 1976年沉默了 但是这个之后就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说因为这个地区呢 就是我们整个从钓鱼台一路往南 都成了可能有争议的地区 那么美国为了要跟中共建交 所以它就把所有的石油公司 就规定他们不可以再继续探勘 所以基本上美国的石油公司就跟 我们中国石油公司基本上是毁约了 就不做了 那我们对于我们的海域探勘呢 从那以后呢就没有再积极进行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台湾的国土 我们的资源 那最近的中国 我们中央地址调查所呢 在南充海潮呢 找到很多金属矿 这个金属矿呢 跟我们的金花石是同一类型的 我觉得你把南充海潮的那个图 可不可以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大家对于南充海潮 这个是它的那个分布的图 大家也许看得不太清楚 我们看真的打到的矿 真的有打到矿 然后这个是海底的那个照片 它们就是龙堆 这个很多龙堆 龙堆呢就是海底的 我们叫黑烟充 那黑烟充呢 其实它的成因 它的地质背景 就跟我们的金花石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往北走 到了充海潮 所谓南充海潮 那现在应该说往东走一点 这个地区就有金属矿 那这个我觉得不允许任何国家 再来清门踏户了 这就在我们家门口了 再让不得了了 我讲为什么 这跟我们今天讲的题目 都完全相关 你们大家想想看 沖繁海潮南边是琉球的这些 到最南边我们很熟的是宇纳国岛嘛 对 可是它北边是谁呢 是我们的棉花鱼 花瓶鱼 鹏家鱼 然后到钓鱼台练鱼 对对对 所以当我们有北边的这一系列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点画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那南中冲城海潮 就算日本要跟我们讨论的话 那也是我们要共同开发 或者是我们要画一个等距中线 横平线 或者是各自开发 就是说这个专属经济权利 有一大部分是属于我们的以外 在大陆交层的部分 那个部分全部是我们的 因为日本并没有在大陆交层之上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有些概念 对于观众朋友也许是比较生疏 但是如果你反复的去思考的话 你把那个刚才我们海底的那个图 时常把它拿来看你就知道 在地质构造上 冲绳海潮那个很深的 一千两千公尺的那个冲绳海潮 它就是一个天欠 它就是一个分界点 日本在它之南 我们在它之北 那之北的专属经济权利是台湾的 对 为什么这很重要 就是有关于倩姐刚才讲的那一块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钓鱼台到底是谁的 就我们包括了历史上或地理上 我们好好来盘点一下 尤其说这个所谓的主权跟经济的争执 这我们刚才讲的非常非常之多 那针对于这个说钓鱼台到底是谁的 历史上可以讲说是中国大陆的 那地理上跟地质上为什么属于台湾的 我要稍微修正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变成一个 专有名词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在历史的中国里面 是没有这个概念跟分野的 他们时常说呢 钓鱼台是小东之小鱼野 那小东就是台湾 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所以历史上是中国的台湾的附属岛屿 这个跟我们现在用的中国大陆概念 有点不一样 对 不太一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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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